长久以来我们听相声 最多听到的一个词叫什么 不是搞笑了 是曹云金的话题 就是听相声 看这个相声演员的人品 这个事其实我考虑了很久很久 因为每次在聊相声这个话题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你为什么支持曹云金 他有人品啊 他人品好不好 曾经我被问住过 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我们不知道曹云金到底怎么了 因为在网上啊 太多人骂他了 虽然我没有在网上骂过 但是曾几何时看到 对于曹云金那样的一些评论 确实对于他的人品产生过质疑 进而呢 对他的很多一些作品 包括他在吐槽大会的表现 也感觉那人可能是不太好 那么久而久而久之就对曹云金啊 也形成了一个十分不良好的一个刻板印象 这一次 这一次站出来对曹云金进行一个力挺 是真正的看到了曹云金做的一些事情 我不是那种只对人不对事的人 我这个人呢是只对事 不对人 我一直到现在 我也是坚持我的一个观点 我对曹云金所做的这些事表示支持 那么那些过往我们真的不知道 在这里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曹云金他的人品到底怎么样 到今天我们众说纷纭 有人说你现在不就是在力挺曹云金 是的 因为我真真正正的看到了曹云金在做事 那我为什么不占他呀 我为曹云金占台 只是占曹云金 他现在为相声与曲艺行业 为我们现代的一些年轻人做出的榜样 尤其还有一点 他经常会在他的直播间内啊 发出对粉丝的一些呼吁 不要让粉丝去网爆他人 或者与他人进行互骂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我为什么不去占他 为什么不去力挺他 还有一些人说 你就是在胡搅蛮缠 当然了 这群人我感觉应该是受到过这种专业的培训 或者他们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话题 这个事呢 我也反复说过好多次 我们从 德云社的 哈尔满新店开业 整个行业包括一些明星啊 包括文艺圈 郭德纲曾经说他有很多的朋友 可是一个也没来 一个也没看到 只看到他与于谦先生 还有我们当地的两位比较知名的人士 当然还是他的合作方 余沟和余福生先生 剩下其他无论是娱乐圈的还是曲艺界的 还是他相声圈的 没有一个人来捧场 这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 他的朋友呢 可能都在忙吧 还有就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一点呢 就是苗富 他的沈阳的相声江湖开业 整个行业的人几乎上 无论是老艺术家 老一辈的 还有新一代的年轻的相声演员 都去给他去捧场 这不就是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吗 苗富那边全都是朋友 这边朋友都很忙 可能没有来 再说回曹云金 他的线上听一圈 云端 云相声 无论是各个行业 歌手 包括飞夷的一些传承人 还有相声界的一些同仁 这么多人 那太多了 并且呢 还有更多的一些朋友 要纷纷 要加入到曹云金的线上听选 这是为什么呢 也是可能他的热度高 他现在流量最大 但是再大也大不过德勇社吧 回头我们再聊一个 所谓的人品的问题 苍金十几年的朋友 他们现在都在接触 而且有合作 并且互相的捧场 比如说王月波 何云伟 包括李京 那么有一些朋友 他们又会拿出 可能一些借口吧 或者一些理由吧 那都是逆途 那都是在德云社 走出来的人 那么我们不管 说他们中间那些过往 无论是在德云社走出来的 什么逆途啊 他们抱成团去 来打压 是不是打压 我也不懂啊 我也不太了解 或者跟德云社 进行 这个 组团 跟他进行对抗 这个我们不提 但是在德云社走的人 为什么都能走到一起 那这是为什么呢 他们难道就是单纯的 为了报仇 复仇吗 那是不是有点太没溜了 是不是有点太没谱了 这群人就是单独的 就是为了报复 为了打击 对抗德云社 然后临时组成一个 复仇者联盟 这个说起来 这不就跟电视联系剧一样吗 青春 励志 偶像剧 那么像这种 复仇者联盟 好像 如果他们 是复仇者 而且他们是非正义的 那他们肯定站不了上风 即使站到一时的上风 最终落败的还是他们 因为他们心肠太歹毒了 肯定会落败的 但是事实不是这样 事实是曹云津到各地小剧场 或者到各地巡演的时候 曹云津都会去拜访当地的这些小剧场 班设的这个 这个领导 或者说是班设的这个社长 还有当地班设的这些优秀的相声演员 他都在大力的在推荐 那他是在做什么呀 他为了复仇 不怕未来再捧起那么一大帮的他的对立者吗 这个道理 其实我们大家只要 稍稍的动一下脑筋 我们就能够得出一个结论 那不会 他养一个养两个 自己未来潜在的一个竞争对手 他不会把全国只要无 只要当地有这种相声剧场的 他都要去拜访 都要去宣传一下 那他的数据不太多了吗 我相信曹云津 以他的能力 以他的头脑 不会没这样没有智慧 那么他到底是人品好还是格局大 还是说他朋友少呢 还是说他十几年的朋友 像王远波何云伟啊等等这些朋友 始终都在一起 互相都有一个提携 互相有一个帮助 有一话就是 见外的话叫做人捧人高嘛 人踩人健 这就是很突出的一些问题 并且 曾经他线上听宣 曾经举办过一个听宣 擂台赛嘛 来到听宣 曹云津这个擂台赛的 所有所有的这些演员 还有像石斑鱼啊 太多的例子了 只要来到他这的 都无一例外受到了攻击和网爆 尤其是对一些小女孩 他们那种肮脏的语言 那这又说明什么 这就跟人品没有关系了吧 那不就是有一群人 有组织有计划的 为什么说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呢 因为他们不分男女老幼 无论是哪行哪业的 只要你到他 曾经的线上听宣 去做客去表演 都无一例外都会受到网爆 那这又说明什么 这跟人品没关系了 就是赤裸裸的恐吓 赤裸裸的网爆吗 那这又跟人品有什么关系 所以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大家看待问题 包括我们有很多所谓的 就是某个群体的粉丝 我看不上你苍金你看不上他 但是你不能够去因为反对苍金不喜欢苍金而去网爆来到苍金这人来表演的任何一个人呢 任何一个演员呢 一样我支持苍金并不是无脑的去支持他 他做的不好我依然会批评 那我们又怎么了 这个问题啊 就希望某些人一定要懂得 一定要认识到 还有在我的公屏上 我开直播的时候 还有在我的视频的评论区 很多人都发出了一些类似于恐吓的语言 你老实点 早晚会找到你头上 你好好做你的生意 不要参加这些事 要不然的话 你肯定会受到一些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那想想 为什么呀 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赤裸裸的恐吓和恫吓吗 那这与曹基的人品有什么关系 即使苍金有问题 我就支持他了 那你为什么反过头来要恐吓我呢 还是说你就是黑 你就是抹黑谁谁谁 你就天天在攻击德云社 你天天在骂骂 郭德纲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的账号不早就被封掉 不早就被投诉了 你还不知道你为什么 你的那个视频经常被投诉吗 你还不知道为什么你直播间会被封禁吗 不就是因为你歪里说 那么我只是封个十分钟 我从开直播一直到今天 我现在应该是两个来月吧 我才被封禁了三次还是四次 我说的封三到四次是一整天的 那十分钟的那种封禁多一点 那证明我也没有问题 不能说是封了十分钟 或者是一天 然后就没事了 那我哪句话 或哪个事说的不对啊 那你们就在公屏上去来谩骂攻击 然后让我们去怼一下 然后你们赶紧就投诉 那你再看看什么德云八狗 他们天天那样骂大街 大家都看到了吧 所以说有些啥事 真的不愿意再跟这群无脑的人 去再跟他们争辩 只是说有感而发 希望我们支持真正正能量的朋友啊 还有支持正义的朋友 不要为了自己的一点点的得失 或者是一点点的流量 因为某些因素 然后呢为了黑而黑 为了举报而举报 真的那就活着多累啊 感谢观看